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限制电动汽车制造商 担心他们会涌入西方市场 尼基亚亚洲编辑的信 松下的电动汽车电池复兴计划 印尼争夺电动汽车涅霸权注定要失败 中国承诺控制电动汽车行业的产能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可能是比亚迪全球主导地位的关键 请大家收看 中国限制电动汽车制造商 担心他们会涌入西方市场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承诺放缓其电动汽车EV行业的增长 以阻止盲目扩张 并防止地方政府和新车制造商之间的无序竞争 此举是在中国宣布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之际 出口量增长57.9% 达到490万辆超过日本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已经卷入价格战 该国渴望向西方市场出口廉价电动汽车 根据AutoTrader的数据 到2030年 英国销售的每6辆电动汽车中就有一辆是中国制造的 尼基亚亚洲编辑的信 松下的电动汽车电池复兴计划 日金亚洲 据专家称 赖清德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以及美国共和党初选的持续进行将会影响中美关系 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在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一直稳定 但现在日本正在寻找一位新领导人来填补这一角色 83岁的前首相麻生太郎被视为潜在候选人 但他在初选期间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会面的努力遭到了阻挠 与此同时 松下能源计划在堪萨斯州的一家工厂投资40亿美元 以恢复其作为领先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的地位 印尼争夺电动汽车涅霸权注定要失败 英国每日电讯 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 印度尼西亚成为全球电动汽车 一例市场主要参与者的努力 正受到威胁 从而否定了对涅的需求 磷酸铁锂LFP电池不需要涅货股 已经在中国大众市场电动汽车领域 占据了70%的份额 现在一种新的混合电池使用猛作为阴急 提供与传统高涅电池相似的能量密度和续航里程 但成本要低得多 因此预计涅的需求将下降 可能使印尼的涅矿开采业务 在商业上不可行 总统左科 维多多Joko Widodo的目标 是将印度尼西亚打造成全球涅供应的中心 但这样做 对该国的热带雨林和珊瑚礁 造成了重大的生态破坏 涅期货在过去两年中下跌了70% 自2015年以来 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涅产量中的份额 从20%上升到55% 中国承诺控制电动汽车行业的产能 金融时报 中国宣布将限制其电动汽车 伊利行业的扩张 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批评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新国宾表示 中国以外地区对伊利的需求不足 新的伊利项目建设盲目和无序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2017年出口增长超过60% 然而 欧盟已对中国的伊利行业 发起反倾销调查 担心其对欧洲汽车制造商构成威胁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 可能是比亚迪全球主导地位的关键 CNN 据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BYD正在向欧洲港口运送超过5000辆电动汽车 此前该公司承诺 将于12月在匈牙利开设一家工厂 这是其在欧洲的首个乘用车生产工厂 该公司还在考虑在墨西哥开设一家工厂 并将该国视为进入北美制造和出口的入口点 由于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汽车 征收了27.5%的进口关税 墨西哥正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地点 比亚迪已经在墨西哥销售了公交车和汽车 美国电动汽车先驱特斯拉正在该国建厂 成为比亚迪的电池客户之一 咨询公司Sino Auto Insights的创始人旅途表示 比亚迪在匈牙利和墨西哥的计划 将帮助其在大西洋两岸获得立足点 同时避免重税 瑞典电池制造商North World考虑 从钢国采购股 加拿大环球邮报 瑞典电池制造商North World正在考虑 从钢国民主共和国DRC采购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股 North World目前从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采购股 但已被利益相关者要求 与钢国民主共和国的矿工和其他方面合作 改善当地的情况 North World已与参与大规模和手工采矿的 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对话 该公司尚未从手工矿工那里采购股 但已加入公平股联盟 致力于为矿工创造更安全 更环保的工作条件 印度尼西亚正在清理广阔的泥炭地 以种植粮食 气候代价是可怕的 华盛顿邮报 印度尼西亚一直在清理数万英亩的泥炭地 用于农业 释放了存储了几个世纪的大量炭 并破坏了地球上最有效的温室气体储存方式之一 该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热带泥炭地 这是一个对抗气候变化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 政府发起了一项土地清理行动 以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 减少对昂贵进口的依赖 通过清理大片泥炭地 种植稻米、玉米和牧鼠 政府预计将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然而 破坏泥炭地对气候造成了毁灭性的 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代价 泥炭地储存的炭量是全球所有森林的两倍 当泥炭地被排干时 来自过去时代的炭释放到大气中 清理泥炭地还使其更容易发生火灾 食品领域项目已经导致作物欠收和火灾 并且目前尚不清楚 该项目是否能够在泥炭地上种植作物 印尼环保组织已经记录了广泛的作物欠收情况 并表示在富含泥炭的地区 种植的稻泥产量不到矿物质土壤种植的三分之一 尽管该项目失败 印尼当局表示 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威胁 该项目必须继续进行 在食品领域项目之前 由于政府几十年来的错误 印尼的泥炭地退化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 除了食品领域项目外 政府还推动了只将木材和棕榴油产业的快速增长 进一步破坏了泥炭地 2015年的火灾之后 政府成立了一个泥炭地恢复机构 但没有透露恢复的泥炭地区域的具体位置 环保组织表示 政府夸大了其成功 并采用了狭义的恢复定义 食品领域项目已经清理了泥炭沼泽地 印尼其他地区还将清理更多土地 包括泥炭沼泽地 两年前 全球泥炭地倡议发现 印尼的泥炭地排放的温室气体 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泥炭地系统都要多 是的 寒冷的天气可能会减少 你的电动汽车电池续航里程 以下是如何做好准备的方法 加拿大CBC 根据专家的说法 电动汽车 伊利 车主可以通过采取几项措施 来抵消寒冷天气对车辆电池的影响 例如 使用手机应用在上车前预热车辆5分钟 可以帮助预调电池 延长EV的续航里程 并使驾驶更加舒适 在出发前 将车辆插入电源 并运行加热系统20至30分钟 也可以帮助保持适当的电池温度 在寒冷天气中 驾驶者应计划更频繁的充电 并努力保持电池电量在充电范围的20%至80%之间 上路后 驾驶员可以降低车内加热器的温度 使用座椅加热器和加热方向盘来保持温暖 这些都可以节省能源 此外 建议将EV的最大充电设置为70%或80% EV车主还可以考虑为车辆配备热蹦 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击败市场 金融时报 金融时报每年的股票选股比赛 引发了人们对其鼓励短期投机而非长期投资的担忧 该比赛要求读者选择2024年表现最好或最差的股票 然而 比赛的目的是教育性的 旨在鼓励更多人参与投资 比赛的获胜者通常会进行大额赌注 可能会侥幸成功 但事实是 很少有人能够持续击败市场 即使是专业基金经理也难以击败市场 在十年的时间里 只有32%的主动管理者能够超越其基准 大多数投资主动基金的投资者不仅未能击败市场 还支付了更高的投资费用 然而 像金融时报的股票选股比赛这样的比赛 很受欢迎 因为每个投资者都暗自相信他们可能能够击败市场 虽然限制风险暴露很重要 但直接投资股票可以帮助投资者 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指数基金 并发现有趣的公司 AI末日现在 只存在于我们狂热的梦境中 日本时报 作者反思了关于世界末日和人工智能的讨论 越来越多的现象 他们认为这种痴迷是一种社会现象 而不是对未来的理性分析 尽管他们觉得这很有趣 但他们警告说这种痴迷可能被政治机会主义者利用 并且认为这会分散对更紧迫问题的关注 作者建议 了解为什么灾难性的预言家能吸引追随者 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负面结果 事实核查尼基 哈利在新罕布什尔州CNN市政厅的言论 CNN 尼基 海利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 他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CNN的市民大会 该州即将举行初选 CNN对他的一些言论进行了事实核查 海利错误地声称 乔·拜登总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 遭到130次袭击后才采取行动 事实上 在第130次袭击之前 美国已多次对伊朗支持的势力进行了打击 海利还说 拜登希望确保到2033年每个人都要开电动车 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没有这样的法规要求 最后 海利声称税收抵免应该适用于所有人 而不仅仅是某些群体 但她对儿童税收抵免的描述是错误的 该抵免已经帮助了广泛的家庭 而新的协议将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得更多的抵免 香港股市大幅上涨 缩小了第三个连续周的跌幅 AAA和中芯国际引领反弹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在本周早些时候暴跌后连续第二天反弹 将市场推至1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恒生指数周五上涨0.6% 季前一天上涨0.8% 科技指数上涨0.3% 而上证宗指下跌0.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负责观察并简报新闻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电动汽车行业的新闻 首先 中国限制电动汽车制造商 担心他们会涌入西方市场 中国承诺放缓电动汽车行业的增长 以防止地方政府和新车制造商之间的无序竞争 这是在中国宣布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之际出现的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已经卷入价格战 该国希望向西方市场出口廉价电动汽车 根据AutoTrader的数据 到2030年 英国销售的每六辆电动汽车中就有一辆是中国制造的 其次 尼基亚亚洲编辑的信提到了松下的电动汽车电池复兴计划 松下计划在堪萨斯州的一家工厂投资40亿美元 以恢复其座位领先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的地位 这显示了松下对电动汽车行业的重视和发展潜力 第三 印尼争夺电动汽车涅霸权注定要失败 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 磷酸铁里LFP电池已在中国市场占据了70%的份额 不需要涅货股 一种新的混合电池使用猛作为阴急 提供与传统高涅电池相似的能量密度和续航里程 但成本要低得多 这导致涅的需求下降 可能使印尼的涅矿开采业务在商业上变得不可行 最后 比亚迪BYD正在向欧洲港口运送超过5000辆电动汽车 并计划在匈牙利和墨西哥建设工厂 这表明比亚迪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业务 并为其在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简报 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和挑战 也了解到其他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努力和竞争 电动汽车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将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期待着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 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